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方面的相关问题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有关于咳嗽了 那聊到咳嗽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来聊聊的是呢 有些人呢常常会有夜咳 有些人只是干咳 有些人是咳到呢会带有弹 带有弹 弹弹 然后你不要想说呢 我现在是夏天好像应该比较不会咳嗽 没有耶 张家培医师告诉我说 夏天咳嗽人还蛮多的 我们来邀请到的是 康华中医诊所院长张家培医师 哈啰 大家好 早安 同时也要示范 有一些的这个食材 是对于你的咳嗽有帮助的 因为之前有听众朋友 应该是 留言 留言给我们的制作人 说可不可以有空啊 聊一聊有关于咳嗽啦 鼻涕倒流干咳方面的问题 今天我下个月 还有请到西医 今天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先来跟大家聊 很不错吗 一次给你两种解决方式 对 要记得看 好好好 要按小铃铛 按小铃铛订阅 然后赶快收藏影片 这样错过了也可以再看 也可以再看 对 有空来看 那我们要请张策培医师来跟听众朋友 先来聊聊的事有关于 您最近遇到的咳嗽是什么样的例子 一般来讲我们其实一年四季都会咳嗽 然后在中医的观点是说五脏六腑都会咳嗽 什么叫五脏六腑都会咳嗽 就是说其实胃食道逆流也会咳嗽 所以你咳嗽呢 你一定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你当然超过三个礼拜 你一定要去照片子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咳嗽是说季节性的 你可能呢 每次到了秋天就会开始觉得好像喉咙痒痒的 然后呢皮肤也干干的 然后会觉得一直觉得好像 这头颅里面有什么东西怪怪的 然后呢一直想要用那个舌头去骚痒它 那那个呢叫做所谓的皂咳 皂咳咳起来呢 它就是一直咳不出痰 可是你听它的咳的声音呢 也是好像砂纸的声音 并不会觉得好像有些人咳嗽咳起来 痰音很重 这样子的呢是有痰 咳不出来 好那有痰咳不出来 等一下我们会讲两个 等等等等 所以你讲慢一点 还慢一点还慢一点 没问题 我们要分成几种不同的咳嗽嘛 对不对 所以刚刚医生有讲了 如果你是咳三个礼拜以上 一定要去照片子 那可能不一定是感冒 肺部X光的片子 对肺部X光 对那有的人呢 他一直以为说 我感冒好不利 那可是我们总是要确定 自己是好不利 还是白雷 晚音 对 那如果是好不利的话 那我们就要看是 为什么会好不利 为什么好不好这样子 那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灶壳 因为现在天气的关系 干燥的灶 对 干燥的灶 灶壳 因为现在天气 其实已经进入秋天了 虽然我们会下雨 可是其实你仔细观察 地面上的水气 很快就蒸散了 并不是因为太热 其实前一阵子更热的时候 你不觉得地面上水气蒸散 你觉得好像有黏黏的感觉 所以那个是湿壳 湿壳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弹出不来 黏在里面 所以湿壳跟灶壳 它同样都有弹吗 灶壳几乎没有弹 我们两个帮大家区分一下 一个有弹一个没有弹 可是弹壳得出来或壳不出来 你是 你是过几点要过三点 没有 三点也过去 不是啦 因为听众朋友 比较常常听到的是干壳 干壳 或者是他就是说 医生我壳的话 有白痰或黄痰 那灶壳跟湿壳 你刚刚讲 其实我们说灶壳就等于干壳 灶壳跟湿壳嘛 对不对 对 好 这两个什么不一样 帮大家讲一下 灶壳 这种 我们所谓的干壳 很容易误会 因为有些人是弹 咳不出来 那他也觉得没有弹 可是实际上弹在里面 对 咳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听声音 那听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的出来说 有的人那个弹就像 咳不出来感觉就像一瓶 因为小朋友玩那个水 然后那个水在下面 你在咳的时候 你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把那个一瓶满的水 然后这样一直吹它 吹气 然后那个噗噗噗噗噗噗噗的声音 你在咳的时候会有这种声音 如果是造咳的话 就是干咳的话 你也是没有弹 可是里面也没有弹 它只是纯粹的发炎而已 对 它没有弹 所以有一种是有咳 咳不出来的 这个叫湿咳 湿咳 那有一种是完全没有弹 就只是喉咙支气管发炎 对 干咳跟造咳 对 这两个引起的原因跟差别 不一定不一定 有时候呢 我们现在可以讲说季节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就是比较多的干咳 那有些人的火气比较大 火气比较大呢 其实他可能身体都处于慢性发炎 你摸他的体温都热热的 他大便大不大出来 都是硬的干的 那像这种人呢 比较容易 但不是完全啊 比较容易出现干咳的现象 这样子 那干咳他是真的没有弹 他咳的时候我们说叫呕心力血 就是咳都咳不出来 好像要吐出来 我可以有冒昧请你示范吗 干咳这样 这样子 咳有呢 很多人啊 讲话讲话讲人 讲到最后就会说 医生我跟你说 这算吗 对这个是所谓的噪咳 他咳不出弹来 他真的也没有弹 那湿咳的话 你会觉得 他也当两个人都觉得喉咙很紧啦 但是湿咳就是我刚刚讲说 他在咳的时候 会有那种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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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觉得说 我的喉咙也没有弹 但是事实上医师会说 其实你的声音听起来是鼻塞的 你应该是有鼻涕倒流的问题 有鼻音 所以有时候有弹这件事情 我们并不一定可以明确的感受得到 弹有时候是肺部出来的 有时候是鼻涕倒流造成 那鼻涕倒流出现的咳嗽 比较是呛咳 好像喝水呛到那样子 那因为是鼻涕出来的 所以他吃东西 或什么就突然呛到一只咳 那那个呢就是鼻涕倒流 那个是我们治疗鼻子 所以等一下这些药材都没有那个的 都没有 那鼻涕倒流我们再帮他补充 鼻涕倒流的咳嗽是另外一种 对就是呛咳这样子 那有些人常常夜咳 越晚越凉 或甚至在冷气房里就开始咳起来了 这应该不是自身体质的问题 而是温度的变化是不是 夜咳也分两种 其实应该是说三种 不是死死是夜咳 分三种 一种呢他一平躺下来 他就咳 那这个就分两种 一种呢是胃食道逆流造成的 那他咳的时候呢 就是会觉得好像喉咙烧烧的热热的 对那很多人就说医生 你有没有搞错 我就不觉得酸啊 对没有酸 他没有酸到你的舌头 没有感觉到那个胃酸涌上来 对只有到这个地方 他可能就下去了 只到大概比如说您的那个 气管那些 或是咽喉的口 那你会觉得不舒服就觉得咳 然后那种咳呢会伴随 觉得会觉得热热的烧灼感 对那这个是胃食道逆流的 会小心那种咳 对对会小心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呛咳 呛咳就会躺下来 然后鼻涕就真的倒流 然后这种也是会呛咳 所以有些小朋友一躺下来就开始咳嗽 那这种咳嗽 所谓的痰也会很多 其实那不痰那是鼻涕 鼻涕也会很多 对我有时候啊 把它清出来之后 就好了 我看他白白浓浓的 我就想说他这看起来也不像痰 像鼻涕 对 其实每一个人每天都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鼻子的分泌物 只是当他倒流回去的时候 你不一定有感觉 对不对 对而且鼻涕倒流的那个特征就是 他常常觉得肚子很胀 对然后他 我想说是我小腹太大 不是 平时吃太多不是吗 不是不是 他肚子胀 因为那个鼻涕都是坏细菌 那很多坏细菌在你肠子里面就作怪 你的好细菌就很难生活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其实胃肠不好 也有可能是因为鼻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终究就是要找出原因 那我们刚刚在讲第三个咳嗽 叶咳 就是他可能咳了全家都醒了 但他自己还没有醒 那这个就要小心了 这么厉害 对 有事打喊 没有这有可能是气喘 对 他气喘发作 然后就 这样咳 他咳了全家都醒 他自己没有醒 可能最后他还是得醒 因为就呼吸不过来 这样子 那这个呢 就一定要去 就要去那个 那个呼吸科去做检查 如果你是气喘的话 那你一定要找出诱发的原因 因为不一定每个气喘 诱发的原因都一样 有的人是跑步 他一运动 他就会气喘 那这个是你运动前就要配 所谓的肋骨唇去做改变 那大家不要害怕 因为我觉得 其实有病要治疗 不要去怕药物的副作用 如果你把病拖久了 需要很大剂量的药 来治疗你的时候 才会出现副作用 这样子 小病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要健康 生病也要生小病 不要把小病拖成大病 那如果生小病的时候 所有的剂量都很小 所以现在都不会有 很大的副作用 所以不要紧张 这讲到题外话 昨天我们办公室 有三个女生聚在一起 我们居然在讨论 就是要怎么样 好好的可以睡上一觉 然后呢 其中一个女生呢 医师开给她的肌肉松弛剂 抗忧郁剂助免 她通通都不吃 她说我不要吃那 我吃那会拍胎拍胎 那个脑袋会坏掉 可是不睡 不睡也会拍胎 然后另外一个说 我好爱哦 我都好想囤积这些药 你知道吗 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尤其她白天 回家还要顾小孩 能好好睡上一觉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然后我就是那个骑墙派 有吃药也好 没吃药 有需要才要吃 没有需要不要乱吃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因为担心吃这些安眠药 而引起你的身体上面 带来这些副作用 你就硬不吃 但长期的失眠 对你的身体可能造成更大的影响 对对对对对 我们其实失眠有很多原因 那你把原因找出来之后 你不要害怕治疗 其实现在的那个科技和药物都 都非常发达 这个讲这个 其实也不是鼓励大家怎么样 反正就有一个 有一个小姐她那个失恋 然后她去偷妈妈的安眠药来吃 然后呢还好发现得早 然后呢赶快送去洗胃 然后她妈妈在旁边哭这样子 然后医生就安慰她说 没有没有没有已经好了 没有事了 妈妈不要哭这样子 那妈妈说不是不是不是 她把我这个月的份吃完了 我我怎么办 我这个月睡不着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所以其实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现在健保核酸的很厉害 对对对 所以老师因为医生的 医生不会开给她了 对那怎么办 对对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需要 我们都说过了 有需要就吃 没有需要不要吃 你不要就是依赖这个东西 你可以自己走路 不一定要要要要人家推着你走 都一样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因为长期的咳嗽 或者是因为长期的 其他肌肉酸痛等因素 造成失眠 然后你又不去治疗好失眠 也不靠药物来帮助你入睡的话 那个长期的失眠 在你身体是绝对还不起的 对而且我们说睡觉 其实不要以为说睡觉 睡觉其实做很多事情 我们身体要做很多事情 那我们大脑休息了以后 我们其他的东西 就要开始开工了这样 比如说我们肝脏要解毒啊 我们还有很多废物要运输啊 就是这些事情要做 那我想到捷运呢 因为我早上六点的节目 有一个听众 他专门就是捷运的维修员 那捷运停工之后 就是捷运休息 他就开始要工作了 他们就开始去什么维修啊 检查啊干嘛干嘛的 我就觉得说天啊 我们每天做捷运 都在靠你们维护 我们的生命安全 对所以我们也要赶快睡觉 所以睡觉对人体非常重要 对就像捷运一样 他也要开始维护这样子 对而且是daily的 是每天都要的 对啊而且我们说 我们还会分泌很多荷尔蒙 有些人呢他不睡觉 他所谓的受体 当然女生最在乎的 就是受这个字 对那像我们的受体素 就不会分泌了 所以有些人他说 叫做过劳类过劳胖 就是他都不睡觉 每天都都都不知道 在撑什么这样子 对啊好 那那个受体素就不会分泌 所以千万不要熬夜看韩剧 然后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然后又一直蒙在那边结石 然后说哎呦 怎么都受不下来 那一定受不下来 其实第一步 请你要好好的受肾的话 先睡好觉是指中了的 睡好觉对 好那回到的咳嗽 我有记得咳嗽 所以治疗这一些的咳嗽 对不起在进入我们的这个 食材之前先来请教一下医生 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湿咳 干咳 皂咳 叶咳 哪一种型的咳嗽 我们是大概帮大家做个分类 但属于哪一种 还是要请医师帮您做判断 我觉得是你必须要知道 你什么时候咳得比较严重 自己要记录 你必须要提供我线索 我才能破案这样子 如果你不提供我线索 就说我妈不摘这样子 什么都妈不摘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很可怕这样子 那我们只好念经回向给你这样子 对啊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很多人他都活在不知不觉 那念经现在很红 真的吗 好了 对 那我们一定要 有的人呢 其实是很明显的是喂食道逆流 他吃完饭就渴 那那个跟气管没有关系 那个就是跟你的肠胃道有关系 那我们呢 就在食物的种类上 自己要小心 有些人呢 他吃了某些东西 其实是过敏 然后造成他的胃酸喷发 那这个呢 是跟我们的气管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先排除 那如果你不是这个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所谓的湿壳 湿壳的话呢 就可能你 第一个当然是天气 但现在这个天气也没有很湿 但有些人他体质本来就过湿 过湿的人的体质 就是他到下午的时候呢 他特别累之外呢 他的鞋子早上的那个号码 跟下午的号码可能会不一样 早上可能会比较小号 下午可能大半号那种的 那就是湿壳 那如果湿壳的人呢 不是叫你不喝水 而是叫你多运动这样子 那当然开始 你已经在咳嗽去运动 那就那我就太残忍了 这样 那我们先把咳嗽治好 以后的方法就是要多运动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躁咳 就是肝咳 他没有痰的 没有痰的这种人呢 我的临床是 是有一些人 他是不太喜欢吃油脂的 他看到油脂会很害怕 他会觉得说 哇那个是很不健康的 对身体一定不好 但是其实身体还是很需要油 对过于不急都不好 那像这种人呢 他是身体是缺乏好的脂肪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在保养上面 这些东西尽量不要吃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冷咳或热咳 那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 发作这样 那最重要最重要 一定要看 当然前面也都要看医生 要马上赶快去看医生 不要忽视的就是 除了三个礼拜持续咳嗽之外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 是我们所谓的夜咳 你晚上呢 全家人都醒 你没有醒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那个都有可能是气喘发作 那个都不能够忽视 所以那个呢 是有致命的危险 不是说 所以听起来最危险的 其实是夜咳 夜咳 如果说一直咳到 全家人都听到了的话 其实 如果全家要中听 那也没办法 那老人家也会啊 很多老人家更为夜咳 他的夜咳 也可能会是气喘 或其他呼吸道问题 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我小时候没有 我为什么老了就会有 那不一定 他什么时候要发作 没有人知道 所以以上呢 还是请医生来帮您做一个简单的 来帮您做判别诊 但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这边所准备的材料 是针对于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的养生 或者是中医建议的一些材料 是不是 那这个我们所谓的说是苦性人 就是北姓 北姓 北姓和男姓呢 他们长得太像 这没有要吃了嘛 对不对 这没有 因为还是要倒在那个黑色的上面 会比较能够看得清楚 所以 这个是苦性 苦性 这个呢 我把它放远一点 因为他们两个实在长得太像 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不是 这个左边这个呢 是甜性 就是我们喝的什么杏仁露啊 的这个东西 我先马上摆到 哪一边是甜性 杏仁露 这边左边 左边 好 杏仁露 好 所以这个是属于杏仁露的部分 对对对 那这叫什么名字 这就是所谓的男性 甜性 男性甜性 对 那右手边的这个是 右手边是苦性 苦性 他们两个都是致肝壳 但是呢 那个苦性 他还有质 就平喘 就是可以让你不要喘 但这个是有毒的 要小心 所以 我跟你讲 我自己现场看 我觉得长得太像了 这只能够请中医师帮你区分 医师或是药房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的是属于 苦性 苦性是治疗什么 他们两个都是干咳 但苦性可以 就是平喘 你就不会喘 但你如果是弃喘的喘 那个我觉得还是要 还是要 还是要找医生看 不能想说 我觉得我好喘 我就买这个来吃 不行 那苦性跟甜性怎么吃 他们两个都是 都是煮水来吃 但是呢 苦性的话是有毒性的 所以还是要中医师来去做 没关系 中医师来那个 中医师来处方 所以苦性要有中医师的处方 不是说自己买回家煮来吃的 对不对 那甜性呢 甜性就是你可以去那个买 杏仁茶的那种 杏仁茶对 那我如果是买那种纯杏仁 自己回来做成杏仁茶 杏仁茶 那个没有关系 可以 那个是一样有治疗咳嗽的作用吗 有有有有 还有另外一种的叫做杏仁果 就我们吃那个擦碎盆杏仁果 对对对 杏仁果的话呢 它是保护心血管的 所以跟咳嗽又没有关系 OK 所以你常看到杏仁果跟咳嗽完全没有关系 然后苦性的话呢 因为具有毒性苦性在 所以这个是要医师用药 直接在药方里面帮你直接加入 那甜性的话 你可以自己 也是可以治疗肝咳的 磨成碎碎的杏仁粉可以自 喝杏仁汤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 可是为什么 可是那不能加糖了吧 对不对 对不能加糖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很多时候 甜的会生糖 甜的生糖 糖的又让你会咳嗽 对 所以不管你是煮什么夏天消暑的绿豆汤 一人汤 甚至是你是煮杏仁汤的话 那个不要加糖 对 就是直接吃最原味的甜性 就是OK的 甜性你可以在市场上面买得到 那回去就是自己把它做成杏仁 杏仁洞杏仁粉 天然的 我们讲的不是人工香精的 我闻到一些人工香精了 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好 另外还有很多的食材 我们等会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张嘉培医师 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的事 有关于这个咳嗽 我跟你应该怎么样在中医上面有一些比较好的治疗方式 我们赶快先讲食材药材 等会才能够有机会进行我最喜欢的暗穴道 那刚刚我们已经帮大家来介绍完了苦性 有毒性的苦性哦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买 还有市面上买得到的甜性 可以回去做杏仁汤 但是请勿加糖 因为加糖会生糖 喝任何 已经在咳嗽就不能喝任何含糖的饮料了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啦 也不能吃冰的吧 最好也是不要 不然吓一跳 不好不要不要 不要啊 不是啊 因为有些女生生理期的她不会痛 她也想说那我偷吃一下冰好了 那个都会 那个都是就是说什么加倍奉还 之后的问题 有的人都会说我以前不会 那谁叫你 就是这样子 年轻的时候 吃太多不该吃的东西 另外这个应该是大家呢 在这个KTV的时候呢 最常见的 罗汉果 罗汉果咯 诶 这不是碰大海吗 碰大海是这 罗汉果很甜 现在有的那个 我发现我不只是葱跟蒜分不清楚 连碰大海跟罗汉 不会这个 这个也不是太多人知道是这样 诶有啦有 右边这个是碰大海 对 就是一放到那个 诶这个 这个不用打破嘛 不用不用不用 它会直接直接 膨胀 然后变软软的 嗯 对 这是碰大海 诶为什么 也可以开声音 嗯 那所以碰大海 可以直接丢进那个 热水里面 热水里面泡 嗯 然后把它当成水来喝 对 对不对 对 如果我今天喉咙不舒服 我可以一天24小时 都只喝这个吗 还是我还是要喝点正常的水 其实还好 应该24小时喝这个 是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 所以碰大海是真的有用啦 有用 还有另外这个是 这个是罗汉果 这罗汉果呢 现在也是可以 它本来也是止咳的 止咳 就是开声音的 嗯 啊因为现在它的甜度高 嗯 很多人把 而且它的甜度后来发现说 它其实是天然的带糖 嗯 很多人把这个 就是有一些那个 当然减肥是一个啦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糖药病的病人 嗯 如果真的很想吃甜的东西 其实这个泡这个喝 也是比较没有负担 啊所以 呃糖 罗汉果 罗汉果 罗汉果的糖是带糖是对身体还OK的糖就对了 还好还好没有什么负担 对 哎对但是还是过于不挤啦 不要太多 大家不要专法律漏洞 所以每次去钱贵喝的那个甜甜的是他自己本身的甜 对他自己本身的甜没有在家 应该没有在家糖 没有必要 有钱贵有没有在家糖 我们不知道啦 但这个应该泡下去的时候 嗯 就是自己有甜味了啦 对 好所以碰打海跟罗汉果 可以两个加在一起吗 可以可以很好喝 OK好 这个是最常见的 很多人还会加菊花下去 菊花是 也是也是可以就是去火气这样子 针对干壳还是失渴的 好喝的 好喝 对很多人他会这三个加菊花下去泡 嗯 对秋天这样喝起来也会不错 也可以明目这样 嗯 所以秋天的时候 呃 其实现在已经历秋了嘛 历秋之后了 所以像我刚刚一看到医师就说 哦 小屁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这眼睛就觉得很糊 这样子就特别特别的干 如果说你已经到秋天 有容易这种比较干涩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泡一点菊花茶 菊花 菊旗籽都可以 菊旗 菊花加在一起 好 那现场还有哪一些呢 这个就是麦门冬 这个这个这个 传说中的麦门冬吗 为什么传说 因为我一直没看过本人 哦本人长这样 哦好 本人其实你有看过他的植物啊 他就叫做 他就是五竹 嗯 五竹 五竹就是我们可以很多植栽 它是绿绿的 然后一根一根的 嗯 很像路上的金鱼草 嗯 好 对不起 我植物方面很差 来来来 跟大家看一下麦门冬 麦门冬是长这个样子 其实台北很多那个五竹 就是五打片的五 嗯 五竹 竹子的竹 OK 它就是麦门冬 那麦门冬是要怎么样处理呢 麦门冬也是泡水就可以了 嗯 嗯 它也是对于所谓的干壳非常有效 嗯 有些人它干壳 然后那个 那个气管 细致气管 都会收缩 紧绷的感觉 这个是很有效的 OK 好 所以麦门冬也可以加入 刚刚的罗汉果跟那个碰朵 还有加入那个行列吗 对对对 也是OK的 好 麦门冬 一样跟狗鸡一样 这药房就买得到了吗 都买得到 都买得到 好 提供给你麦门冬 对于保护喉咙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 然后还有呢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 就是我们一开始讲说 那个它是湿咳 可是它咳不出来 有痰咳不出来的 那种 这个就是我们的极梗 极梗花 极梗花的根 极梗 极梗 极梗的根 极梗 极梗 再加那个甘草 一比一的比例 OK 下去煮水来喝 其实这也好甜 这个是甘草吗 这个是极梗 这极梗 然后这是甘草 对对对 我好喜欢中药粉 你去中药 看中医的时候 它里面只要有帮你家甘草的药都好好吃 对 因为都甜甜的 对 但是 可是甘草很贵 但甘草开胃 就是会让你 对我每次吃的甘草之后胃口都会特别好 没有 就是会有点甘草粉 好像没有 没有 好 所以右手边这个是极梗啦 极梗的根 它也是打搭 有点像那个花旗森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极梗 然后再加上左手边的这个是 甘草 甘草的话 这两个是怎么吃 这两个一比一的比例 一比一的比例 下水去煮吗 下水去煮这样就可以了 多少的水呢 水其实都可以 它可以一直回冲 没有关系 OK好 所以请她呢 可以到中药房买 极梗 然后再加上甘草 这两个 把它加在一起 对 如果你是那种湿壳 就你咳的时候 人家旁边都觉得你很多痰 可是你就说 我就是咳不出来啊 这就是湿壳 可是这个湿壳 是因为它的痰出不来的 那可以用这个 因为极梗可以帮你的痰涌出这样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在开 就有些人咳嗽的时候呢 我们开药的时候都会 我都会先提醒她说 我跟你讲 我这个药开下去 你的痰会一直跑出来 并不是吃了药以后生痰 是你本来的痰会很多 所以极梗跟甘草 两个都是吃了下去之后 你会一直把痰 远远不绝渴出来 啊渴到有一天突然不渴了 也没有痰了就好了这样 这样比较好耶 不然拍蜜药都被你吞下去 肚子里面 然后那个该出来的痰 结果你到胃里面去 那也不是一件好事吧 你之前刚刚前面讲的胃脏器 肠胃多好 应该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所以都介绍完了 介绍完了 这几个都提醒听众朋友 要来特别的留意 那这边呢 我们要来请张叉培医师 来告诉一下听众朋友了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了 我平常在吃的 琵琶糕 还有猴糖 他心里今天你怎么没说到呢 琵琶糕的琵琶 我们一般来讲琵琶叶 是不是琵琶的果实 不是橘色 不是那个黄色果实 对是它的叶子 对 那那叶子呢 也是可以用来指咳嗽的 那它当然呢 其实琵琶糕不是只有琵琶而已 它其实我们所谓的麦门东里面也有 极梗也有这样子 它只是 它的名字叫琵琶糕 但是它其实是附方的 对 它里面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对 所以琵琶糕有用吗 也是我们所谓的灶壳 就干壳有用 那主要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叫做蜜蜜蜂蜜去炼 那蜂蜜也有润肺的作用 所以其实它蜂蜜也是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也是我经常问张嘉培医师的 前阵子蜂蜜柠檬水超红的 号称能够治百病 这件事情呢 在我在查咳嗽的时候又出现了蜂蜜了 然后我心里想说不对啊 医生你不是说遇到糖的会生 遇到甜的会生糖 那我又喝了蜂蜜 蜂蜜通常没有人会用热水去泡 一定都是用正常的常温的水 然后稍微冰一点的去泡蜂蜜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对喉咙不是都不好吗 那个是就我们说的干咳 干咳就是缺乏润滑液 所以如果你能够生出一点点的痰 那这样子让你觉得喉咙不会那么干燥 其实对你也是有帮助 所以它叫做润肺 所以蜂蜜适合的是那一些完全没有痰 完全没有痰的 对对对对 哦了解 是可以加一些蜂蜜的 可以可以 然后你平常在吃的枇杷糕 它其实也是蜜蜜的 对 蜂蜜体炼出来 所以是有帮助 那请问喉糖吃辛酸的 还是真的吃有用的 有时候是因为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喉咙会觉得不舒服 有局部的发炎 那所以会刺激我们咳嗽 所以像那个也是有帮助 因为其实我们会咳嗽 是因为我们有咳嗽接受器 那咳嗽接受器有一个是在横隔膜 所以为什么我们 胃食道逆流会咳嗽 那还有一个在中耳 所以有些人中耳炎也会一直咳嗽 这样子 真的哦 对对 OK好 所以如果是这两类的患者的话 也是可以吃活糖 活糖 如果你是胃食道逆流不可以吃活糖 因为你吃甜的会更严重这样子 如果你只是局部发炎 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感冒症状很少 他没有全身性的 他只有局部就是会红肿 你吃那个是对你有帮助 OK好 好 自己是提供给提供朋友 那接下来赶快来帮我按穴道吧 按穴道我好兴奋哦 那当然我们就要看是什么样造成 好 好 没关系 这边应该看得比较清楚 我把谁 因为其实最主要的穴道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涂穴 好 提醒我一下这叫什么 锁骨对不对 锁骨对不对 锁骨 锁骨中间这个凹下去的 这个地方叫做天涂穴 那很多小朋友呢 因为我刚刚看好有一个人说 他的小朋友呢 婴儿 然后呢 每次睡觉就一直咳嗽这样 那这个我还是觉得 还是必须去看一下医生 那可是你如果说 他因为这样子睡觉睡不好 然后影响到他他的整个就全影响全家作息大乱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拿一点点热的东西去敷他这里这样子 敷一下让他好睡这样子也是一个办法这样 或是其实在我们如果说你有些人他会拿艾草 你说锁骨啊 敷在这个天涂穴 对天涂穴 那有些人他是会用那个那个艾草把它揉揉起来 然后把它贴在这里也可以这样子 对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一个 热敷 热敷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会可醒的那个 那这个呢 我们就是可以热敷脖子 那其实这个很简单 你可以自己去摸他的温度 一般来讲他大概是脖子跟颈部跟肩膀交叉的地方 你会摸到一块特别凉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其实你去用热敷 你会觉得环节很多 脖子跟肩膀交接处会有一个 后面后面 后面会有一块比较凉的地方 对对 你会觉得 其实怎么摸起来是会有明显 他特别凉凉的感觉 对 那那个地方你就是拿去热敷 然后其实你就自今晚上可能是睡得很好 那如果搞不清楚在哪里的 反正就是敷整个脖子 对对对对 前后你都你都敷好了 就前后 那你干脆拿一条那个 微脖 长的运动毛巾 对绑一绑 对不要绑太紧 我每次都觉得热敷好 做得要刚 做得要刚 不是我的意思是为什么 因为依他湿 湿了之后那个热度一散 他马上冷了 我就好凉 然后他没有办法很久 所以我可以拿暖暖包吗 所以现在 小心不要烫伤 只要不烫伤的状况之下 对对对对 我拿暖暖包 让他持续的热 热敷一阵子的话 是OK的吗 对对对对 不然你真的妈妈 你有经验你去试试看 你一直跑浴室 然后一直去弄到水 弄来弄去真的 因为他一下就没了 对对对 所以用暖暖包或发热 可能还有一些的 其他的发热 之前还有人就是 说用那个吹风机 但吹风机 一直站着吹 也是很不舒服 这样吹风机 还是用暖暖包好了 对暖暖包是真的 可能比较方便 但是要小心 那个皮肤不要烫伤 所以你不要直接 敷上去这样子 OK 要有一个东西 垫着这样子 所以脖子后面呢 脖子跟肩膀交接触 最良的那一块 对 还有前面的锁骨 对 这两个地方 对于咳嗽 都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内观血 嗯 内观的话是 就是他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 会有两个 两条筋这样子 嗯 我们往上仰 这边就看得出来 有两条筋 是 所以大家自己 可以摸一下 嗯 然后从第一条线开始 三根手指的 长的宽度 嗯 然后跟那两条筋的中间 对 就这样子 跟两条筋的中间 对 这个就是内观血 嗯 内观血也有帮助 所以是三根手指的 最下面 还是三根手指的中间 对不起 对不起 最下面这里 最下面 三根手指的 最下面的这个地方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内观血 对 那这个要怎么按 这个 就是我们压住的 我们已经找到 血位压住 压住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手这样子可以 摆动 前后摆动 前后摆动 你就会觉得说 有一个那个 那个刺激的东西 就它会往 也延伸着 往上往下刺激 所以那个按点 应该是在两条筋的中间 对 你不是一直去按那条筋 不是按筋 筋中间 对 两条筋中间 你压着 然后你的手 这样子前后摆动 就酸对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也是治疗咳嗽的 对 这叫什么血 内观 内观血 把您的手腕伸出来之后呢 在手腕跟手的交界处的地方 就带手表那个地方 三指先放上去之后 然后呢 找到最下指的位置 然后中间应该有两条筋嘛 对不对 所以找到两条筋的 正中间的点 按下去 这个就是你的内观血 手前后的摇动 不是一直按下去嘛 对对对 然后手前后 手前后摇动 你就会觉得 那个刺激的感觉 会前后发散 一回多久呢 不用紧啦 就是三到五下都可以 三到五下都可以 不是说多久 多久啊 其实五分钟以内都可以 OK 提供给您做参考咯 广告的时候赶快试试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 康华中医诊所的张嘉培医师 跟天后朋友聊聊 有关于中医如何治疗 咳嗽这件事情啊 大家节运就会喉咙 养着什么情形啊 因为其实节运里面 大概应该是过敏源比较多 这个没办法 那要戴口罩 前阵子有一批 有一个新闻是说 节运里面的PM2.5浓度 其实比你想得高 因为它不是一个 密闭性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是Google一下 应该可以Google得到 所以其实还是请 可是因为我们不会在一个节运里面 搭很久的时间 对不会在里面玩 对对对 但是其实里面的空气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清新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 大家可能 就要戴口罩 对要戴个口罩 看会不会有帮助 学游泳 然后就引发咳嗽跟鼻塞 这怎么回事 那可能它绿加太多了 你说泳池里面的绿吗 对 泳池的绿加太多了 可是几乎每个泳池都会加 那怎么办 就那么没办法 我不是游泳池的老爸 就不 可能就游泳不适合你 如果你会对绿过敏的话 你可能换个游泳池试试看 有的人 有的游泳池的绿加很多的人 可能没加那么多 我也不知道 我是一进去就不喜欢 那是消毒水的味道 所以对 好 另外呢 还有人说呢 请问呢 如果吃了东西腹泻之后呢 怎么样知道那是因为不干净 还是因为太寒太冷呢 如果说你是因为体质关系 造成的腹泻 那个跟痛不痛不见得有关系 有时候因为体质关系也是会腹泻 但是你大出来的东西 没有酸臭味的话 那应该就是因为太寒或太冷造成 所以如果大病出来特别的臭 然后有酸臭味的话 那比较像是 那就是吃坏 吃坏八豆 那那个只能让它拉 不能够止泻 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 所谓的毒素让你的身体 它跑去别的地方这样 我有一个晚上吃西瓜吃太多 那个真的是 我没有拉肚子 但整个肚子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冰凉感 很像是你附一条冰毛巾在肚子 而且在肚子里面 就凉凉的不太会说 对对对对 好那请医师呢 也来告诉一下大家 有人问说鼻塞可不可以热敷鼻子 鼻塞可以 那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银香穴 银香穴就是在法令纹呢 哪个银哪个香 银就是银面的香气 银面而来的香气 银香穴 我们也可以就直接用那个 那个叫什么 热的茶包 你不一定要敷鼻子 你鼻子敷一敷之外 你可以用热的茶包去敷这边 所以我们法令纹跟我们的鼻翼的交接处 就这一块 这也蛮有效的 为什么是敷茶叶包 茶叶里面有茶碱 可以让我们的那个鼻黏膜收缩 所以有一些长期鼻塞睡不好的人 对他可以 对他可以把那个茶包 就泡茶的茶包来敷一下 有时候我们公司啊会不小心买多过期了 有没有 然后大家会把它放在那个电话桶上面 讲电话就比较不会有口水味道 对那你也可以把它就是泡一下之后 泡一下对 然后敷在这 诶适合我们制作人呢 我们制作人早上会鼻塞 但如果有时候有些泡红茶这边会有色素沉淀 所以要泡绿茶乌龙茶就好 也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要把水挤干一点 这是还是那个热度的问题 对对对 我们一定 第一个我们要有一点点热度 那他有热度 他的茶碱才会释放出来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说拿那个干的茶包 那种几乎都没有什么效果 一定要有热度有点湿度 对对对有点湿度 但你就尽量可能 你就是靠近就好 不要真的压倒 怕等下到时候 你可能鼻子好 这边都黑黑红红的 好快速 因为剩四分钟 请问一下鼻涕倒流 或者是咳嗽 除了刚刚的按我们的手 手腕的隧道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第一个我们就是鼻涕倒流 一定要处理鼻涕倒流 那大概应该来讲 都是湿气过重造成的 如果你每天都吃薏仁的话 那如果每天吃 那就是吃多吃少没有关系 有吃到就好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连续吃两个月 你的鼻子就会好到一个 那个就觉得空气非常清新的地步 前提应该是不能加糖 不能加糖 不能加糖 你可以放在饭里面吃 一人饭 你说就像五谷饭那样子 同时煮熟饭 煮熟饭然后放到一人 就放饭 放在饭里面 谁来帮我试验一下两个月 好不好 我想知道 我自己有试验过 那时候我记得我 大学要必要考 那个中医师国考的时候 因为我鼻子过敏的很严重 那反正早上没有事情 就是要去读书 我就会去 那个早餐店买一人姜吃 那真的吃了两个月 没有加糖的吧 没有加糖 没有加糖 就吃了两三个月 我的鼻子几乎都没有发作过 闻到的空气有比较清新 我那时候在台中 应该是有比较清新吧 好 还有其他方法吗 但我们就是要运动 真的是运动 其实是运动短时间 看不出效果 一定要长时间 才知道效果在哪个地方 还有就是 所有的加工制品不要吃 其实这个都是慢性发炎 慢性发炎的话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吃加工制品 吃天然食品这样子 就比较不会让你 慢性发炎恶化 我知道珍珠奶茶 现在很红 但是自从我跟张家裴医师问说 为什么我每次喝了珍奶 之后都无法消化 我以为那是淀粉的关系 他告诉我说 那是因为珍珠是变性的淀粉 加工淀粉品 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人 比如说像我自己 可能张艺师不会 但是可能是 我会 你会 可能蛮多人对于珍珠 为什么吃了 它没有办法消化 我说会像一碗饭一样 堵在我的胃里面 那个其实就是我们 对于这些变性的 加工淀粉品 没有办法能够好好消化 而且珍珠奶茶的 那个奶茶也是反式脂肪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不要 最主要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 其实他的所谓的那个 手摇杯 他在热容的过程里面 有太多塑化剂 其实那个 对我们没有 没有 讲到后来没有一个好处 因为他是纸杯 他还是有那个内膜 内膜 加工 对啊 那个都很容易 小孩子就性早熟 什么的 没有一个好处 对啊 而且那个很容易长乳癌 好我真的看到有好多的 那个小朋友他都 妈妈担心他长不高了 另外一方面都发现他性早熟 他长不高 可是他又不愿意做改变 那就 那就只能接受 我们每次都说 如果你不愿意做改变 那你就接受你现在的事实 如果你不能接受 那你就做改变 你不能不接受又不改变 这样 了解 好 点赞给听众朋友做参考了 喜欢的听众朋友 麻烦请分享我们的影片 谢谢大家 谢谢张家裴医师 谢谢大家